未來幾天 南加州的氣溫會持續降低 這兩天的降雨機率約在30%到60%之間 最高溫度約為華氏70多度 洛杉磯地區的小震雨會持續至週五早上 根據美國國家氣象局 加州北部爆發暴雨和山洪的機率增加 部分地區有泥石流的風險 目前聖路易斯、浩比斯堡和聖巴巴拉 已經出現暴風雨 當局提醒民眾注意安全 不過 預計週六開始 天氣會變得溫暖乾燥 在下週一 部分內陸地區的午後溫度 可能會回升到華氏90多度 甚至破百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郭約希綜合報導